大概1月底到2月中 我的私訊大概有超過500封信 那都是性騷擾或是性侵害有過經驗的受害者們 他想要寫給我 那有些人想要寫給我只是想要說出來 他們感覺說出來會讓他們好一點 那我那時候在看信 常常看個幾封就需要休息一下 這真的會心機 尤其是等一下如果你們有空上去看一些信件的話 會很震驚 原來我們沒聽過的故事不代表它不存在 那裡面有收到一封蠻特別 他不是本人自己寫下經歷 是他的男朋友 那他這位男生呢 他就說我的女朋友在小時候被家人和陌生人侵犯了 那他之後罹患了很嚴重的憂鬱症 上了大學之後認識他們在一起 女生好像也比較好一點 可是為什麼是我幫他寫這封信寄過來 因為他上個月故事了 就這個女生自殺了 對 所以這個男生說 也許他在天上會很生氣 我怎麼把他的命令說出來 但也許他會很開心 嗯 他的故事也參與這個展覽 那最近不是有那個難投的事件嗎 那位當事人有寫信過來 謝謝 對 其實你們看這些信件會發現 他們不是要來深淵或是求救 其實能夠回想細節 並且寫出來寄信 經過這整個流程的他們 都比大家想像中還要堅強